嘿 各位老板你们好 欢迎来到野生学院 我是老白 现在你正在收看的是越野零到一第二季第三集 这一集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五个决定一辆越野车的越野性能的指标 今天讲的是下半部分 关于你可以后天改造升级的部分 这里提一句上半部分讲的是一辆车的先天条件 还没看到小伙伴可以在看完这一集以后 通过简介里面连接回到前文 来到正文 越野车的升高一定能大幅的增加通过性 但是不一定能大幅度的增长悬挂形成 欢迎来到汽车越野五大关键指标的第四部分 这个部分也是越野车最热门的改装部分 悬挂系统 为什么有的车一改完效果立竿见影 但有的车改完其实也就那样 因为悬挂形成长短是悬挂的结构决定的 只针对越野这项运动 悬挂从强悍到弱姬来排 前悬挂的结构种类有整体桥 双叉臂 多连杆 麦福逊 四大类 这里我稍微举两个例子 第一个 麦福逊不适合改升高 因为它薄弱的环节不在紧针器里跟弹簧 而是在它的塔顶一般中 第二点 像木马人LC80 Y61 Y60前轴都是采用蒸地桥 但木马人用了五连杆的悬挂的形成的潜力 要比用性的关刀三连杆的强度 这里仅限于悬挂形成 因为连杆多关节就多 关节再强也不会有硬铁墙 除非能把关节都弄成硬铁 而悬挂系统的本身呢 它是一个此削笔掌的结构 讨论悬挂系统要比前面的三级都要复杂 那关于具体的个案呢 我会看评论区有什么有意思的话题 我再展开细讲 在前面几集里面 我有说过啊 其实什么车都是可以用来越野的 但它的意义不是鼓励你什么车都拿去越野 而是更希望你能知道自己的车能越什么野 以及其原理 那这里再跟大家科普一个没用的知识 升高悬挂一定能增强通过性 但是升高不是增强通过性的唯一手段 例如切保险杠或者换经济杠都可以增大接近脚跟离去脚 直接把踏板去掉呢 通过脚也会增大 那还有更直接的呢 就直接把车的最低点 那个牙包升高的门桥 被动的方法呢 当然还有脚盘呢 脱困板呢 后爬杆之类的 但有一种办法 任何车这么做了都能增加它的通过性 升级轮胎 提升车辆越野能力最廉价 也是最重要的改装方案 轮胎 因为你的发动机功率再大 四驱系统再强 悬挂结构和调校再完美 如果轮胎不能把牵引力高效的传达到地面 那一切都是白搭 因为轮胎才是让车辆动起来的唯一机构 而且啊 与其他升级项目相比 轮胎给到我们的选择也是最多的 这里先举一个我觉得最重要的点来做个例子 轮胎的半径决定了车辆离地间隙的最低值 对于90%以上的载速车型来讲 要兼顾日常驾驶 轮胎的断面高度不应该超过285 因为市面上多数的285轮胎的直径 都是在33寸左右 33寸轮胎又是大部分车型 在身高悬挂2.5寸的范围内 能C进去的最大值 这不仅是车本身的设计限制了它的大小 除非像猛禽霸王龙那种 拥有很大的富裕马力的车子 又或者是F250那种要兼顾性能负重 但设计目的也是用来干活的车 因为我像木马人那种车 就根本就没有打算用来开得快或者好开的 并且要奔着修车的目的去玩的这样的车 他们在悬挂做了足够的身高之后 是可以上到37甚至42寸的轮胎的 那除了上述那几辆有资格的车 其他车过了33寸基本上只剩下痛苦 第一点 轮胎的重量对悬挂系统的响应和车的传动系统的影响 是真的很大的 有位玩赛车的朋友告诉我 轮胎轮毂刹车的总重量加起来多1公斤 那么对传动系统的负荷大概要多15公斤 那一条普通的2657017的米其林公路胎多重 大概是42磅约19公斤 一条28570R17的BFG的KO2 大概是57磅约重25公斤 但是你知道一条37乘以13.5R17的BFG的KM3是多重吗 81磅大概是36公斤 先不说这些多出来的重量会对整套动力系统产生多大的负荷 但单以刹车来讲 每一脚的损耗都要比原来大得多 那安全问题就无用置疑了 特别是你遇上了大下坡的时候 俗语也有说嘛 黄下一公斤黄上十公斤 那知道具体怎么算的观众呢 非常欢迎 也感谢您在留言区跟大家科普一下 我也知道肯定有人会说啊 换了大轮胎以后呢 我们可以更换池笔 但其实除了木马人之外的其他车啊 池笔我是不建议换的 首先呢 池笔换了之后 扮轴你是否需要加强 传动轴你是否需要加强 OK 这些都加强了 那变速箱你是否能复核呢 难道你还为了个大轮胎去换一套变速箱 其实改了池笔以后啊 变速箱过热的问题 我相信很多木马人的车主都遇到过 但是木马人 他依然是可以这么做的 因为本身呢 这辆车就设计出来玩嘛 那个配件多的不计其数 知道怎么弄他的人呢 也很多 工艺也很成熟 但是我相信其他车是做不到的 那还有一个点啊 无论是木马人还是其他车 我也相信啊 绝大部分的车主 遇上了改装店的 技师的手艺都不会有工厂里 那台流水线上的机器的 组装的工艺要好的 这个美系车除外啊 我觉得老美类流水线 可能跟我的手艺是差不多 这里开个玩笑啊 所以呢 升级轮胎 我们要考虑到的因素 还有哪些呢 就轮胎本身而言 有断面宽度 扁平比 轮胎尺寸 负荷指数 速度级别等信息 轮胎与车辆配合 还需要考虑到发动机的扭力 轮毂的ET值 悬挂的下行程 半轴的角度 叶子板的高度 差速器的负荷 齿轮比 油耗 还有轮上扭力 如果要把这些要素都说一遍啊 我觉得可以单独做一个轮胎的系列了 所以大家要多多点赞啊 让我知道有足够多的人想看 我才单开一个系列来讲 等部级的朋友啊 可以根据刚刚说过的要素的关键词 自己先研究学习 记得关注野生学院 可以